是他基隆的小黃問獎不滿超速被拍照 竟然拿著鐵鉤加上便利貼 把測速照相機的鏡頭給連蓋住 而且還一連貼了好幾台 離譜的行進經過基隆地院審理後 現在一審被判處兩個月徒刑可一可拔金 七年車司機到案之後也坦承說 這是他所為 他工程是因為當天的生意很差 又被我們測速照相機拍到 於是心生不滿 誇張行情就發生在去年11月初 基隆這名小黃問獎 開車行進基隆明德三路附近時 他先是站上中央分隔島 將鐵鉤黏上黃色的便利貼 接著高舉右手猛喬姿勢 好不容易貼到自己滿意的位置 又拿出另一張便利貼 把另一邊的鏡頭也給貼住 就這樣前前後後一連貼了五台測速照相機 但他只因為不滿被拍到超速 居然想到要遮住鏡頭 癱瘓測速照相機 離譜的行徑也讓不少人傻眼 你貼了 到時候你被抓到 你又要被罰 有必要做這些事嗎 小黃司機意想天開 自以為聰明的做法 現在不但沒有省下罰單 反倒害得自己被罰辦 吃上更重的刑責 現在想要後悔也已經來不及 記者竹林榮 基隆報道